而柬埔寨詐騙集團現在也把腦筋直接動到了魔術師身上 有台灣魔術師收到邀約 到柬埔寨當地的飯店表演 除了呢 報酬很高之外 包吃包住包機票 但求證的飯店業者卻否認 還要他們不要上當 但不只如此 有不少的酒店小姐們 因為疫情差 早就被騙去了柬埔寨上班 表現不好 傳出會被毒打 甚至被恐嚇要賣器官 手帕變鴿子 絲巾變出長棍 魔術師精彩表演 讓人目不轉睛 他們時常受邀國外演出 如今卻成了柬埔寨詐騙集團的新目標 因為魔術權其實 一收到柬埔寨的消息 其實大家就會討論 有個馬來西亞魔術師 他報價就是3000塊美金 然後最後也是給了4000塊馬幣 也就是將近1000塊美金的定金 私訊邀約在各國投資人晚宴上表演魔術 四天三夜行程 包吃包住還付機票 酬勞比一般還高 讓魔術師差點上當 對方提供一張酒店顧問名片 試圖增加可信度 但當魔術師岳陽打電話給酒店查證時 沒想到遭告知 沒有這場晚宴才揭發了騙局 詐騙集團轉換模式 將目標鎖定經常出差的四大族群 包括魔術師 舞者 攝影師 化妝師 一次騙一群人 而其實許多酒店小姐早已經被誘騙出國 下場很淒慘 他們開的條件都是大概月入一萬塊美金 來吸引小姐 但那個職業控制你就是下海賣淫的 你如果不從一定是遭到阻擋 柬埔寨及緬甸人口販子 找上台灣酒店經濟合作 傳說誘騙82名小姐到當地工作 短短三個月狂撈五千萬元 但小姐卻置身地獄般的生活 抱著發財夢出國 沒想到掉進詐騙集團陷阱 再也回不了家 這位成績文成績會台北昌報報導